中文字幕 by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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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要說美國好了啦 完全把蔡英文的局 全部給掀了 全部破局了 欸講到這個 你看是不是完全被我料中 我說馬英九去一定會大受歡迎 一定會備受禮遇 然后哭的点也都哭了 该哭了都哭了 也果然被大家感觉到非常的 其实非常的感动 第一个 马总统非常非常的成功 接下来这个马总统呢 也很成功 那他也成功的呢 惹恼了这个右派的 欧洲的右派啊 或者是说在美国的右派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趋势就像我一而再 再而三在讲的 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中国大陆也一直不断 要放大这样的一个声音 什么样的一个声音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单极的世界 不是美国说了算 那么美国 如果你要美国说了算 那你就要让大家心悦诚服嘛 可是你不是 大家做你 不要说当你的敌人很衰了 当你的朋友也很衰 那是怎么搞的啊 对不对 这才是 这其实是美国真正的问题 就是说 当你的朋友呢 问题也很多 那美国现在连自己国家 国家的利益都算不清楚了 都常常打得欺伤拳嘛 所以说今天当美国还没有清醒回来 那美国人还是继续对 被这种民粹的政治所主导的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美国 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好那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问题是每个国家 还是要顾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啊 所以第一个这个趋势是 从去年就开始了 德国访问 对不对 当时大家就高度的关注 德国访问是不是一样 传出来的讯息 是不是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事实上是不谋而合的 这个不谋而合 就是说第一个 经济很重要 经济影响到这些 所有民主国家的选票 包括美国在内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说美国也现在 也是有求于习近平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欧洲更是如此了 你德国 法国 哪个不需要跟中国 大陆做生意 维持他们一定的经济的成长 你没有经济 哪来养这些劳工啊 那票从哪里来 所以当马克宏面对他国内 这么严重的经济的动荡 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么多的罢工 他只能求助习近平啊 他待在国内一点皮条都没有 美国能帮他吗 美国就是加速 美国就是恶化 这个情形的原因嘛 所以他今天第一个 传达的讯息就是说 这个世界不能是一个单极的世界 这个世界必须在 尤其在经贸上面 一定要加强彼此的往来交流跟合作 不可能把中国大陆 堵绝在这个门之外 甚至要扩大跟中国大陆的交流 则在经济上面 绝对有百分之百的需求 第三 在集体安全上面 就是说在世界上 我们说的和平战争的问题上面 俄乌战争 德国需不希望他赶快落幕 你看这个连北西 他都已经饥渴成这样了 然后法国也是一样嘛 今天经济为什么会这么的严峻 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才会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嘛 好 那你今天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谁解铃还需细铃人 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除了美国要 这个回心转意之外 就是中国必须出手 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有足够大的筹码 而且同时 可以跟普丁跟泽伦斯基 讲上话的人 这两个人不是只讲上话而已 而是他们都相信习近平 你没有互信基础 习近平怎么瞧啊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他跟泽伦斯基的互动跟见面 现在中国还非常的 怎么讲 我觉得他很稳啊 不贸然形式 因为你必出手 大家期待这么高 如果你出手落了空 不是很不好吗 所以必出手就是 一定要有用才行啦 那马克宏也表达了 他这么高的期待 就是俄乌战争和平落幕 中国一定要出手一定要帮忙 好啦 那这些话 听在老美现在的算盘底下 当然都很刺耳啊 但问题是 基本上要崩溃了 内心深处能不同意吗 你也必须同意他 这因为他讲的 他讲的是实话呀 马克宏也要选举啊 那为什么他 如果说干冒大不会 如果整个欧洲 因此就把他打成战犯的话 他马克宏又不是笨蛋 他又不是第一次选举 而且他每次选举都是惊涛骇浪 惊险过关 他当然是一个民选出身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知道 民意的趋向在哪里 然后呢 马克宏主要的在 法国极右派的领袖 比他跟普丁更好 大家记不记得 极右派就是 马克宏的主要的政治对手 跟普丁更好啊 而不是反普丁啊 所以马克宏已经客气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实嘛 那么你不能够逆势操作 你美国也不可能叫大家 陪着你挨肚子 然后硬要把这场仗给打赢 打不赢啊 问题是打不赢嘛 那你既然这样子 你就是必须想一个最好的方式收场 总是要台阶下 对不对 激情过后总是要结束嘛 那你要怎么收场呢 美国不能够还继续的 死要面子下去啦 那我看这个 欧洲主要 抨击马克宏的 当然就是传统跟苏联有 血海深仇的这些 东欧国家 这些国家 对就是前苏联 东欧国家 其实就是前苏联的欧洲国家嘛 然后苏联解体了之后 他们一一独立了以后 但是问题是历史上面的这个结 很难在一夕之间可以解开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 长年的这种历史的恩仇 这种恨意跟不信任感 当然在这个时候是一起爆发 那他们还对北约有很高的期待 可是事实上苏联解体了之后 北约就不应该存在了 华沙不存在了 北约其实就不应该存在了 那样子的一个冷战对峙的时代 早就应该要结束 那你今天北约果然是惹了很大的麻烦 那么这些国家 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了 现在只剩下俄罗斯 好像他们好像 就是还是很记仇啦 历史过去的那一页一直翻不过去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这些国家内部也有 你觉得是民族的仇恨呢 而不是安全的疑虑 对 难道俄罗斯还要变成以前的苏联吗 不可能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但是对俄罗斯来讲 好了 我的领土 我以前是苏联的时候 本来是这张桌子这么大 我现在只剩下这里了 我只剩下这样了 你们还要步步进逼 那对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也有被 严重的被威胁感啊 对啊 但是呢 当然这种恩怨情仇 这么长的历史仇恨 一时说不清啦 所以说你看 尤其是波兰啊 捷克啊 这些国家 波罗的海三小国啊 芬兰啊 这些过去都有吃过苏联大亏的 在这次事情上面 就是有点借着乌克兰这个事情 也是在发作嘛 那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 你就可以看到 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欧洲主导的三个国家 就是英法德嘛 法国跟德国的态度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 甚至于希望中国能够介入 让俄乌战争和平落幕 然后在经济上面 他们不可能跟中国切割 而且这次马克宏 得到很大的礼物 中国也是很厉害啦 对不对 你看空中巴士 哇塞 我的妈呀 这么大的订单 全世界 有谁可以给法国 这么大的订单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你今天这个马克宏 他希望跟中国大陆 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那是非常强的结盟 那么这个是马克宏 他要来之前 他就希望打 这是要来之前 就已经讲好了 不可能说 因为我去了 签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不可能嘛 所以这次马克宏的访华 他是满载而归 然后他的期待很高 也都一一的达成了 那我觉得对马克宏来讲 其实他在外交上面 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加分 法国也的确长期有这样的传统 认为说不应该让欧洲 沦为美国的老二 而应该是大家彼此 就算是兄弟关系 也应该要彼此尊重对等 而不是凡事就是只是 听美国的 所以法国一直很强调欧洲的自主性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欧洲共同体 会有欧盟的主要的原因 不然你欧洲分散啊 分裂的嘛 那你成为一个欧洲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跟美国相抗衡嘛 然后你才办法在世界上面 有更大的一个发言权跟影响力 所以对欧洲来讲 两个最大的领袖 德国法国都讲话了 那英国因为英国长期就是 跟着美国的裙脚 拉着美国裙脚走的 这是不会改变的 那所以主要的 你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大的风向 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拜登不可能面子里子都要 他必定还是要想办法转弯 做某个程度的妥协 那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给蔡英文这一次 这么难看的原因 蔡英文为什么会去踢到铁板 那如果今天美国不是有求于中国大陆的话 何必呢 他可以更高调的捧 蔡英文啊 让中国大陆跳脚啊 让全世界看到 指弧的老虎嘛 对不对 我美国才是老大 我就是让蔡英文怎么样 你敢怎么样 你跳给大家看呢 美国敢吗 美国不敢 所以第一个在实力上面 已经不是习日的无侠阿盟了 那在现实上面 事实上美国还是急需跟习近平做一定的互动跟合作 所以说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很聪明 到目前为止 展现的看起来是这样 就是说 他也没有要 就是冲昏了头 你知道吗 就是 千万不要冲昏了头啊 像之前强国 有没有 大国决心 那我还是觉得 就是一步一脚硬的走啦 对啊 那 中国大陆这一次 还是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他重视经济发展 然后重点是战争跟和平 他选择和平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他是 他是 也不是激烈的讨论 他跟习近平 我看那个西方媒体的报道 是用intense 就是非常深入的讨论 那 所以我想马克宏 大概跟习近平 对台问题讨论之后 他是有感而发 那另外方面就是说 他传统来讲 马克宏就是 法国所谓的欧洲 要找战略自主的 这一个 这个路线的一个 忠实的一个 追随者跟执行者 他比他的前几任 更有明显的 那么积极推动 欧洲战略自主的这样的意图 那台湾问题上 我们现在先还原一下 他的原话 因为这个报道以后 就变成很多不同的 把他的原话 越传越怎么讲 就不太 不是回归真实的 他的原话 我就在找 他就说 他说 欧洲跟着美国走 在台湾问题上 把他加速危机化 也就是说推波助来 也就是推波助来 把他的危机加速 加剧 他说 并不符合 美国 欧洲的利益 他没有说 这个 这个 说 要 要怎么样做 怎么做 他是说 欧洲 跟随美国 一起把台湾问题 推向危机 还有 accelerating 加速 加速台湾这个问题的 危机 然后把欧洲卷入 美国跟中国的激烈的 可能激烈的 这个斗争之中 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可是他前提 他并没有说 如何如何 他说 这个我觉得很注重 就是说 加速台湾未提的 危机化 也就是说 中文两个字 拱火 拱火 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一直拱火 也就是说 煽风点火 煽风点火 所以他的讲话原意是这样 所以马克宏认定 就是台湾问题会不断的 成为危机 是因为美国在旁边煽风点火 他已经把这个责任 做了一个 对 他重点在分配 这所以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 因为 因为帝国主义国家 最了解帝国主义的行为 要讲帝国主义的行为 跟他的思维来讲 法国绝对有百分之百的发言权 法国是一个大帝国 所以他在过去 他也是搞殖民地 也是搞侵略 找扩张的 搞这个文化输出的 搞这种意识形态输出的 那所以法国很清楚 所以他今天对于 对于这个台湾问题的 这个定义的前提 我们要弄清楚 他说美国不断地在台湾问题上拱火 不符合 加入我们欧洲 作为他的追随者 一起来拱火 是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而且把美国放在 中国跟欧洲 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可能大的冲突里面 也不符合欧洲利益 他的意思就这样 跟他前提 你看现在整个 美国发起的舆论战都不提这一点 其实马克宏最大指责 就是说你们在拱火 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我就想说 第一个 还是喝了习近平的茶之后 想法来有了一些改变 也没有 你看美国的舆论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美国今天A退休官员 B现任官员 另外一个专家 又一个什么国会意见领袖 天天就在讲说 中国大陆2023要攻台 2024要攻台 2025要攻台 2026要攻台 现在最好的就是把台湾快速武装起来 然后呢 能够制止战争的就是靠实力 我们要把台湾 把它弄做一个什么样 豪租要弄成一个什么 用谁在讲 它的频率现在不是 不是一个月一次 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过去 我们就是现在 我们今天占这个顶 我们想想过去两个月 美国相关的人事 有关台海问题的发言 就是说 等于说把一个房子都快充满了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今天在马克风看法就很简单 就是美国在拱火 在台海问题上怎么讲 三风点火 而且已经不是三风了 它是怎么样 是直接把石油 这些油往火里面倒 所以他这个讲话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这是这一点 这个是对美国是一种非常 怎么讲的 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 揭露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行为 他这个观点是 我说帝国主义最了解帝国语做法 那他就把这个点出来 这是很重要 另外他谈到欧洲必须要走战略自主 然后欧洲要变成一个 世界第三强权 这是美国不愿意见到 美国要欧洲做他的小弟 所以呢 这是美国又踩到美国一个红线 第三点 美国也不提 美国现在就是说 他不会三点一起打你 三点打你的话就是怎么讲 就美国就很自私 你今天你就是针对我美国来的 他不这么说 第三点是什么呢 马克宏又讲了一点 要终结美元的霸权 他觉得美元是一个 违惑世界的乱源之一 所以他要把美元霸权把它终结 所以呢这三点来讲 美国在回击的时候 美国现在是 我认为是美国整个主导一个 怎么讲 打发运动 打马克宏 他现在就是说 因为他是欧洲的以美论者 对 他叫 这个英文叫 以前有 就是怎么样 打你 那现在是 Bassion Bassion的重点 他就 这是美国人的外交技巧 还有 他不谈 他不谈美元 也不谈 你的所谓的战略自主 他就专谈台湾 因为为什么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看起来好像是 他是一个客观的第三者 那大家一起来去谈 不是谈我问题 我今天不是因为你批评我 我来怎么样 我来回击你 我们是在谈一个 因为你欺负了第三个弱小的第三者 对 你今天谈的是 美国好像是在两岸之间 在主张一种什么 一种价值 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是站在民主自由 我们是站在人权的角度上 我们是跟欧洲联合的 你今天马克宏批评我美国这个政策 你就是背离了我们西方共同的价值 民主自己有人权 然后你容忍一种什么 bullying 他们用这种说法 反映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是霸凌 然后中国大陆可能的potential invasion 可能都对台湾的什么 并吞侵略 所以他们这个美国人的 整个的国际舆论战 他是非常有策略 非常有技巧 而且非常有经验的 今天马克宏三点对美国来讲 对美国来讲 伤害都一样的重 可是他今天在 这个马克宏批评的 这个策略上 他是直选台湾问题 所以就变成 你会最近看 Wall Street Journal 美国的电视台 通通都发生了 我今天看 这个Australia的ABC 这是很清美的电台 然后德国的这个公共电视台 也都一起 大概就这几个国家 其他你说有什么 有什么被被煽动 还有就是一个自由时报 跟着叫 台湾的有个自由时报 媒体之外就是 有一些欧洲议员 就是发了一些声明 那说马克宏 没办法代表我们欧洲 一个加起来 大概20人 不到20人 对 20 30人 对 欧洲议员你知道多少 700多人 欧洲议会是极大的议会 700多个人 那这也就是他发动 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是一个怎么讲的 这个就以前我们的 我从事工作 我们叫这个大通电 大通电就是所有外管 你一个 一个instruction 大家都要执行 那我觉得他这个又是一个大通电 美国的整个的中央的控制 而且我们现在展开一个 Marco Bastion的campaign 那这次就是要针对马克宏 要给他一次怎么样 文攻 那要打得很凶 然后把他这个有关台海的 欧洲音词的立场 那么给予彻底的怎么样 驳斥跟于什么 跟一种 一种攻击 所以这是 今天所有的欧洲外管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 驻德国大使馆 或法国大使馆 义大全部都收到同样一个电报 然后就运用他们跟在地国 驻在国的媒体去联系 这种国会议员去联系 比较跟美国关系 就要你们一起来做一件事 就是这样 这里面有点特殊 他是4月12号宣布的 那他有遵照WTO的规定 说我要对贸易壁垒进行调查 这WTO允许的规范 允许的规范 这完全是WTO的规范 我要进行调查 我做宣布 然后宣布的以后 你注意到 他通常是半年为期 所以如果是4月的话 就到10月12号 10月12号 那有必要的话 可以再延长3个月 你不能说我贸易壁垒的调查 一弄弄几年啊 他的规定就是6个月 必要的时候延长3个月 你不能够无限制的一直调查下去 对对对 你总的结果嘛 那你注意到时间点 这个到10月12号 那如果再延长的时候 3个月就到1月12号 是的 1月13号台湾要投票选立委 所以这是一个选举造势活动 好巧啊对不对 是啦是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很巧 不那个时候还没有总统大选 因为我们不确定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是不是同一天 是同一天啊 已经决定了吗 决定当然决定了 我落后了 你太久没选举了 太久没选举了 你太早交棒了 太早交棒了 所以1月13号如果选举的话 那因为一定要在2月1号以前选出立法委 总统也可以混一下 但是立委不能混 对 所以他现在已经规定整合在一起了 那现在就是说1月13号就投票 就管理说这个有涉及到干预 影响台湾大选的嫌疑 你不要再讲 再讲会不会总统宣布暂停选举 哈哈哈 他好像没这个权利 有重大事件啊 重大国安事件发生 这好像是不是国安事件 我要抓抓羊才对 到底是不是国安事件 对对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啊 他发表调查过程里面 他就可以先采取预防的行动 所以我宣布调查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做 对 我觉得可能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我可以防患动作就可以先做 那如果做出来以后 我防患动作发现没有 我可以取消 有的话我可以继续执行 那继续执行 那发现没有要损害赔偿吗 不用 其实如果你不服 你可以到WTO打官司 打官司 要求仲裁等等 那台湾的这个贸易壁垒 我坦白跟你讲 不用调查就是有 不用调查 不用调查 已经符合了WTO 早就符合了 而且不止这2000多项 所以他早就可以去告了 但是他没去告 不用告 他可以自己执行 就可以自己执行 早就有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2000多项的物品 进入台湾的关税领域里面 你对我采取贸易壁垒的行动 要么你就是找我麻烦 不让我进去 要么你给我实施配额 一年只能进去多少 反正就是有 他就只要查到 你台湾有相关的规定 然后他要进入这个程序里面 是要给WTO交代 他现在宣布 同时也给WTO发文 说我现在开始进行 贸易壁的调查 那我跟你讲 这些通通有了 为什么通通有 因为从两岸贸易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用一种 所谓的让利的态度 所谓的会台的措施 这叫做统战让利 因为台湾说 台湾的民进党很好笑 大陆对我们台湾好的 统战 这绝对是统战 对我们不好的打压 所以多话都他讲光了 所以坦白讲 民进党这种心态 不是一个正常的贸易心态 如果民进党 你要把两岸当两国 那这是两国的贸易 就完全WTO的规定 就事论事不讲人情了 对不讲人情 但是也可以讲人情 那如果你把它当两岸贸易 是两个关税区的贸易 那两个关税区的贸易的话 那也一样可以不讲人情 但是也可以 这种规定只是说 我可以做到上限什么程度 但是我可以退让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大陆上啊 以前对于台湾所做的贸易壁垒 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你自己一样 不让我卖到台湾去 那我就好吧不计较 这个基本上 所有的农工产品通通有 他这一次好像对 这次有就是农业项目 矿化工项目 对 还不止啊 多了 很多的 很多东西哈 比如说 汽车底盘 啊 台湾不能做 但是我可以 日本可以进来 韩国可以进来 中国大陆不能进来 你告诉我什么 差别待遇 对 就是贸易壁垒 那能做什么事 就是说当他调查出来说 你有 现在反正就是要调查嘛 有这个程序 那你有 那他能怎么样 他就可以对找其他产品 对你进行贸易壁垒 就是说他也对你相对的产品 进行限制 找什么产品不知道 他不一定要同一类的产品 不一定 不用对应 不用对应 就是说你给我一项 我就给你一项 对 就有点像那个中美贸易战的那样 我这几项克你关税 我就找另外几项克你关税 一样的道理 我知道哪个你会痛 我就克你 对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克的这个 跟中国大陆这2000多项的 这个壁垒当中 我们选定的这个壁垒的目的 都是有利的吗 都是有利我方的吗 还是说我们只要看到中国 两个字就是了 当然当时台湾为什么 对这些做这些贸易壁垒 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冠冕堂皇 或者不冠冕不堂皇 或者冠冕不堂皇 或者这个不冠冕堂皇 理由很多嘛 对不对 比如举个例子 这个汽车底盘不能进口 我们就说我们要培养本土产业 其实我跟各位讲 通通从日本跟韩国偷偷摸摸进来 那再组装一下 假装是台湾的产品 因为台湾可以做这个东西的 那种大型的 大型的冲压机 数一数没有散布 所以根本做不了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但是争议之言逼之言 本来是说要保护国内产业 那其实国内根本没这个产业 偷偷摸摸假装有这个产业 其实台湾的贸易壁流不客气讲 很多都是在保护特定人 特定利益人 特定利益人 并不是真的保护 比如说这个产业里面 某一个大哥是金族 他把就把它列进去 这不就是官商勾结吗 一向如此 哈哈哈哈 一点都没错 并不是真的对于台湾的老百姓 或消费者有些什么好处 我敢讲大部分都种这一点的 那所以该开放的就开放 其实对台湾没有不好 如果照这个 当然没什么不好啊 我公开讲没有关系啊 是随害特定人的利益而已 像那个谁 我公开讲没有关系啊 那个赖清德的子弟兵 有个姓林的立法员 这种事情干涂了 那你听我讲谁吗 他的子弟兵姓林的 这个蛮明显的 蛮明显 这种事情干涂 他斗不斗讲 中国大陆是一样要进 那样要进 你看谁在提案嘛 就是他们在提案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热衷的提案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s 难怪累积这么多 2400多项 执政越久 这个项目越多 当然 需要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多 对 那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整体的经济 会有影响吗 嗯 他如果 完全把WTO的规范拿起来的话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顺差会缩小 顺差会缩小 两岸的贸易量 可能会比疫情的来的低一些 但递多少我现在没有数字 可以判断 就说这2000多样 他到底要要求公平到什么程度 这个不清楚 他拿几个东西对等来对你进行惩罚 也不清楚 所以就是说看起来表面上整体来讲 顺差会降低 然后贸易量会降低 那但是 如果他真的执行的话 对 但这个在政治上面可能对于民进党来讲 因为你刚才讲这时间点怎么这么巧合 就在选举的前一天 是这个最后的定期 那对民进党来讲 他会有一定的政治效应 那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我们有筹码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吗 不是啊 因为就国际贸易的规则来讲啊 台湾这个是罪状清楚 这个没什么要导论 所有的台湾的贸易界厂商都知道这个事 没有人不知道 而只是 反正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 大家就习惯了 能混就混 能过就过 能赚就赚 先赚再说 先赚再说 等于是台湾用政治力量 保护台湾某些特定的利益 大概是 那现在他觉得说 几十年来两岸关系也没有更好 然后我们就公事公办 那以目前来看 他这个还是在WTO的规则上运行 所以实际上面 台湾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反制这件事情 也没道理 没有站在道理上面 通常有时候做法就是说 你认为这东西那我们协商 你要调查我们就开始协商 那我看检讨说 哪几项我觉得可以放 哪几项我觉得不能放 对不对 或者是相对的 你拿几项怎么样 你也不准我进去大陆拿几项 我们商量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 评估到马克宏会 跟中国大陆发展到这个程度 我甚至认为欧洲人也不知道 没有发现 连我都没有料到 我知道马克宏会去中国大陆 跟中国合作 可是会写出51点 然后拳拳到肉 那个已经谈很久了 因为我们本来知道马克宏春天要去中国大陆 那后来他拖到4月8号 那为什么拖那么久 原来是在搞这51点 而且他有很多点都故意踩红线 这个太令人意外了 我讲几个红线 第一个他故意用人民币结算天然气的贸易 6.5吨不大 可是你为什么要故意用人民币 你等于是美国的盟邦 欧洲联邦盟里面第一个破戒的 就是我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是故意的 这个很明显是故意的 那第二个就是对华为 他说华为只要通过我的安全规范 那我们不会阻止 你这个也是故意的嘛 因为美国好不容易搞定德国跟意大利 那你现在又要来破我的戒 对不对 那第三 突然之间要跟中国的南部战区 对口这个南太平洋的那个岛国啊 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法国在New Caledonia 这是他的殖民地啦 我后来去查一下这个岛有多大 你知道吗 台湾的一半 这么大 17000平方公里 然后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600公里 那你去想一想啊 美国现在跟中国是完全停止战略对话 结果你现在去说我要跟南部战区建立战略对话 这个美国人一想就是 那未来中国的军舰啊航母啊 如果经过南太平洋是不是可以在你那边做后勤补给啊 几乎百分之百嘛 那后来人家就去挖他的底啊 结果我发现大概两三年前 法国就曾经在Polymice啊 让中国的船只运补啊 那当然那个个案就可以解释 说天后不好啊 让他进来 人道人道 人道需求 他这次是写在第五点 你干嘛把这种事情写到文件上啊 这个摆明的就是我就不甩你了 我刚刚讲的这几点已经包括什么 我们广义讲叫做军事 我就直接跟你对杠 谁叫你AUKUS不找我 你以为我是塑胶啊 我是空气啊 你到AUKUS搞澳洲的南太平洋的结盟 结果英国都找来了 我法国就在你旁边你不找我 所以你不是摆明的就是看 就是故意忽略我 那你不是Anglo Saxton真坏啊 所以他这次就是讲白了嘛 那我也搞自己的 这第一个是军事 那第二个就是金融嘛 我贸易就用中国的 我就直接用人民币可以结账了 那第三就是外交嘛 我外交有自主性啊 不受你限制啊 所以华为我可以用我的安全规范 来做管理 然后 未来双方的贸易啦 我觉得中国当然一定会想尽办法 让他得分嘛 因为 对中国来讲他不是要去说服欧盟 因为欧盟已经分裂了 美国的力量也进来了 我认为马克宏早就料到 一定会有一些国家来反弹啊 因为欧洲本来就有亲美的力量嘛 我跟你講他也是老政客了啦 所以比如说我也是一样啊 我对台湾政治相当了解 所以我做了什么发言 会被哪些人打 我都预期中啊 他没有那么天真啊 当然不是 因为政治就像打撞球一样 比如说他一回来他就知道说 哎呀你这些东欧国家啦 波罗地海国家就是要K我 欧盟议会 哪一些亲美派我都知道 都会出来骂我 德意志哪些报纸都会骂我 这个他早就知道了啦 他的重点不在这里嘛 他的重点是 接下来的欧陆大国要不要跟着他走 因为法国在地中海影响力是很大 所以现在的观察点就是意大利跟西班牙 我认为 意大利跟西班牙一定会跟着他走 那接下来就是德国啊 那如果欧陆这四个国家 都觉得马克宏没什么不对啊 欧洲独立自主哪有什么不对 而且马克宏并不是说 要牺牲台湾不是这样嘛 他是说我们这样一路跟进美国 是会加速台海危机的 那这样对我们 我们何必卷入本来不该属于我们的危机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个看法是让 欧陆很多国家是支持的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他是少数 所以我觉得 这个局要看长一点 那我认为他跟中国的那51点都是真的 他一定都会落实的 都会落实的 对因为已经讲到具体到这个程度了 比如说连 白纸黑字 连化妆品要合作 all real 品牌都点出来了 你知道吗 就讲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吧 所以我认为已经具体到这里 然后说 我法国核能可以跟中国合作 因为 因为中国大陆很简单 那核能目前占比只有4% 他会扩大到10% 你法国核能怎么会吃不到 不可能 一定吃得到 所以这里面的 而且他跟中国的贸易额 现在只有1000亿欧 这很低欸 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因为他跟 中国跟德国是2980 而且是美元 2980亿美元 你去想一想 中国跟巴西就1700多亿美元 结果你跟法国只有1000亿欧 这个空间太大了 而且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大陆 还有点故意来弃美国 所以我就引进法国的 文化产业 来对抗好莱坞这样 就很多都是 有点刻意啦 那你就会想到这个 建制美国 就中法联手建制美国 是这个意思吗 事实上当年也是这样 戴高乐就是这样干 戴高乐当年退出 北约的军事一体化 我就是要发展自己的系统 我要自己施爆原子弹 美国也说你不要发展 我北极新来部署就好了 那后来他就自己爆了 1960年就爆了 那1967 这个是更根本的 他说我的国家战略 国防战略 是全方位的 不是只针对苏联 那这个隐含的就是说也针对美国嘛 对不对 那当年 当年1967年 戴高乐把所有的美军赶出法国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一次五角大厦泄露的秘箭 你没有看到监听法国的 对无法监听 无法监听啊 因为里面没有美军基地啊 CIA进不去啊 法国人照抓啊 我说没有监听的有两类啦 一个叫法国就是他监听不到的 一个叫台湾他觉得不用监听 直接请来报告就好 对啊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因为人家韩国以色列内部还有疑美论 你台湾内部 现在民进党政府没有疑美论啊 所以不需要监听啊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那法国就是你没有办法监听嘛 所以我说啊 戴高乐当年做什么事 第一个就是军事啊 自主化 第二个 他开始启动跟苏联跟东欧的和解 1964年跑去跟中国建交 这西方国家第一个啊 那接下来就是金融 他把他的美元换成黄金啊 跟他即将做的不是一样吗 就是非美元化啦 要么就是用人民币结算啦 或者是我买黄金啊 卖美债啦 这些动作他现在统统都在做 所以我说这个等于就是 这个戴高乐上升了啦 戴高乐复活了 法国复活了 2.0 戴高乐2.0 戴高乐之子 我看过一篇文章啦 叫The Long Shadow of Decode 说法国的领导人只要 到了一定的程度 说要走自主的道路 戴高乐就上升了 戴高乐怎么做 他就跟着怎么做就对了 因为戴高乐那个方向 就军事外交金融嘛 全面自主 那马克宏现在不就是要干这个事 人家还留遗产给你 你军事 你今年能够不被监听 就是因为戴高乐做对的事情 所以你不会被监听啊 不是吗 那他现在就是在外交上 在走这个戴高乐爷爷的路嘛 所以我就是要跟中国交往 这个绝对不是 你不要把他理解 人说他亲中亲美 不是的 他就是说 我是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中心 我要当欧陆的老大 那我要证明我有自主的路 所以我跟中国也要交往啊 这个戴高乐当年就是这样想的 戴高乐的今孙啊 那可是因为没有办法监听法国 所以美国可能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马克宏突然一夕之间转变 所以他只好去酝酿法国内部的亲美派 来打他嘛 一定是这样嘛 美国在欧洲 欧陆啦 有非常多的部署啦 尤其是德国 德国的媒体 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亲美的 所以当然就会出手吧